别等到肌肉萎缩,筷子都用不了的时候,才发现手麻是手腕有问题,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张阿姨一位60岁的退休教师,开始注意到她的右手不时地感到麻木,起初她以为这只是普通的疲劳,毕竟她一直忙于编织和园艺工作,然而随住时间的退移,这种麻木感变得越来越严重, 甚至开始影响她的日常活动,有一天,她意识到自己连最爱的编织活动也无法顺利进行,甚至拿筷子都变得困难,这时她才决定就医,并被诊断出患有万管综合征,如果不是因为忽视了早期的警告信号,张阿姨的情况或许不会恶化到这种程度,张阿姨的故事并非个案,手不麻木在中老年群体中是一种常见的症状, 它可能是多种健康问题的早期警告,了解这些症状背后的常见原因,是预防和治疗的第一步,手麻的幕后黑手寻找隐藏的健康危险,万管综合征 万管综合征是导致手部麻木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发生在手腕的正中神经受到压迫时,这种压迫通常由于重复性的手部活动,如长时间打字或编织,造成手腕内结构的炎症和肿胀。 根据一项研究,超过60岁的人群中,有大约3%到6%的人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 颈椎病变 颈椎病变,特别是颈椎肩盘突出,也会导致手部麻木,这是由于颈部神经受到压迫,影响神经向手臂和手部的信号传递。 中老年人由于颈椎退化较为常见,这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周围神经病变 周围神经病变,尤其是由糖代谢异常或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等慢性疾病引起的,也常常导致手部麻木。 这种病变会影响身体到四肢的神经信号传递,导致麻木、刺痛甚至疼痛。 了解手麻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单独的不是症状,而是可能指向更深层次健康问题的指针。 手部麻木不可忽视早期症状与警告信号。 手部麻木可能是一些健康问题的前兆。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早期症状和警告信号。 持续性麻木感 如果手指或手掌持续感到麻木,尤其是在无明显外部压迫的情况下,这可能是神经压迫的迹象。 刺痛或稍着感 这类感觉可能表明神经受损或炎症。 力量减弱,手握力减弱,或在执行日常动作如开瓶盖时感到困难。 夜间症状加剧,万管综合征常见症状。 夜间休息时,手麻感更明显。 识别这些信号并及时采取行动至关重要。 以防问题进一步恶化。 日常生活中的手部保健简单而有效的预防措施。 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习惯改变,可以显著减少手部问题的风险。 手部伸展运动定期进行手指和手腕的伸展运动。 以增加其灵活性和血液循环,正确的姿势。 使用键盘和鼠标时保持手腕自然放平。 避免长时间弯曲或扭曲。 避免长时间单一姿势,长时间使用手机或阅读时。 定期改变手的持握方式。 温度注意,寒冷天气可能加剧手部疼痛或麻木。 注意保持手部温暖。 均衡饮食维生素B群有助于神经健康。 均衡饮食富含维生素B的食物如瘦肉。 全谷物对预防手部问题有益。 通过这些简单的日常习惯和改变,可以大大降低患上手腕疾病的风险,并保持手部健康。 这些习惯易于实施,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群。 不要等到问题严重时才开始关注手部健康。 预防总比治疗更重要。 揭秘手麻不只是小事,这些治疗方法你必须知道。 在探讨手麻的专业治疗方法之前,重要的是认识到,每位患者的情况都是独特的。 因此,治疗方案应根据个人的具体状况定制。 以下是几种常见且有效的手麻治疗方法。 一、物理治疗重塑手腕健康。 物理治疗是手麻治疗中的重要一环。 尤其在初期症状出现时,物理治疗师会根据个人情况制定一套运动方案。 这些练习旨在增强手部和手腕的肌肉,改善血液循环并减轻压迫神经的炎症。 例如,温和的伸展和强化练习可以提高手腕的灵活性和力量。 在许多情况下,物理治疗已被证实可以显著减轻症状,甚至避免手术。 二、药物治疗症状缓解的助力。 当物理治疗单独效果不足时,药物治疗可作为辅助手段。 非灾体抗炎药NCES如布洛芬,可以减轻炎症和疼痛。 在更严重的情况下,医生可能会推荐糖皮质激素注射。 这可以直接在受影响区域减少炎症,从而减轻症状。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使用药物可能有副作用,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三、手术治疗最后的解决方案。 在手麻问题持续严重且其他治疗无效时,手术可能是必要的选择。 例如,腕管综合症常通过切断腕部横格膜来减轻神经压迫。 手术通常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并且恢复期相对较短。 尽管手术风险较小,但仍需经过医生详细评估,并与患者充分沟通可能的结果及风险。 四、综合治疗、个性化的疗愈之路。 通常,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是将以上方法综合应用。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划。 这可能包括规律的物理治疗、适当的药物治疗,以及在必要时进行手术。 此外,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是治疗手麻不可忽视的一部分。